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刚才CDIN主要还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咱们都已经会了,或者都已经用了 好,再往下,到了外部层面 外部层面缓存,咱们首先存代码 存代码阶段来说 我们有一个叫做OPCache 叫做什么呢,操作版缓存 我们现在,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你像我们来开发外部层面的话 我们一般用什么语言 加啊,PAP,Python,对吧 那么其实最早的时候,C,C加加能不能写 也能写,也能写 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那么饿了,对吧 就拿那个去,C加加去写外部层面吧 那么简单的说,我们把这个语言分为两种 一种是编译性语言,一种是解释性语言 你比如说编译性的话,就是说通过编译器 像这个原代码,编译成可执行的目标代码 对吧,编译成那个恶精致的 然后这个目标,这个恶精致直接在系统里面就可以运行了 比如说什么呢 C,C加加,再比如说够语言 也是这种恶精致的 然后解释性语言 那么解释性语言通过什么呢 解释器 通过解释器干什么呢 把我们这个编写的,比如说PAP这个代码 把它解释成一个可执行的中间码 注意,是中间码 然后这个中间码和编译后的机器码可是不一样的 这个中间码不能直接执行 这个中间码需要什么来执行呢 这个解释器,这个解释器来进行执行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中间码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OP code OP code 我们简称OP code 这是什么,中间码 你看我们都知道PAP它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 对吧 那么 PAP的话 那么它 就你写一个PAP的页面 这个东西它肯定要 把它解释成这个中间码的 然后那个中间码呢 再通过这个PAP的解释器去进行运行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用户去请求通通的内容 比如说 你去用PAP写一个1加1等于几 那么每一次 PAP就会把这个1加1等于几 这个代码先解释成一个中间码 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中间码跑在这个解释器上进行运行 然后算出来等于2 那么你想 这个中间码是不是也可以缓存呀 你每次都来把这个1加1等于几 这行代码 把它解释成一个中间码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后悔性能啊 那么其实你只要代码不变 那么我解释一次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缓存下来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缓存叫做什么 叫做OP开始 就中间码的缓存 那么通过这个OP开始 我们可以避免解释器的重复的解释 对吧 重复的把这个代码解析成这个中间码 就可以减少CPU和内存的开销 我之前生产的时候 如果开启OP开始可以减少大概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CPU使用率 这个如果你们生产是PP 你没有开启你可以试一试 绝对不会有 我觉得至少百分之三十 我们当时就是百分之三十以上 就是CPU使用率你会开不来是这样对吧 百分之八十 卡掉到百分之五十 就效果大概就就这个效果 那么你像PP在这个什么呢 在5.5 5.5版本之后呢 他就自带了这个OP开始 自带了OP开始 严格意义上说 他这个OP开始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Zend OP开始 在5.5之前呢 我们一般使用什么呢 用那个APC 或者X开始来做 啊 就这个APC和X开始 也能把这个中间码缓存到咱们里面 但是5.5之后就是 内置了啊 就是说我已经内置了 你不需要再额外的编译其他的 其他的模块了 因为PP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嘛 我们都知道它是构建在这个Zend 虚拟机制成的 他们解释性是什么呢 是这个Zend 那么你一个PP代码 比如说这个PP info 你这个代码 它首先会帮你干什么呢 解析成一个Zend的操作码 就中间码 然后呢 再进行执行 任的再对它进行执行 啊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把这个操作码 把这个OP code把它保存下来 做一个缓存 缓存下来 这样的话 你每次来 你第一次运行的PP info 我可能你解析成了一个操作码 对吧 第二次你再运行的时候 我就不用再解析成操作码 我就可以直接跟你执行了 因为我这已经用缓存了 我直接读这个缓存就行了 注意啊 PP都有一个解析性语言 有人问我 那我是不是PP 所有一面 找是PP的都要走一遍 是的 是的 都要走一遍 先解析成之间码 然后再执行 解析成之间码 然后再执行 所以说这就是OP 为什么说OP 开始这个性能提升这么大 原因就在这 你想啊 你如果你是动态的PP 对不对 你所有的 所有的语句 全部都 都要生成一遍操作码 你想想这个东西 然后改完之后 第一次生成之后 第六次再也不生成了 你想想 这个对于性能的提升是多么的 多么的具有诱惑性 原因就是在这了 这是PGP的 那么PP这个玩意儿怎么开起 你说我们编译一下不用 因为它实在太简单了 简单到 都都不用怎么讲 你都会了 看啊 你只需要在编译的时候加一个参数 杠杠 零保OP 开始就可以了 没有 就这么开启了 以前可麻烦了 以前我们用APC的时候 还在编译一个APC的模特 对 很麻烦 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只要加这个 然后它的配置文件 在这里 无非就是内存的一些设置 你还可以什么X 这你就不用看了 这是PEP 中间把缓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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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你要真 我们操作一遍 还真挺费劲的 每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还很麻烦 那么你到了生产 你就可以去 去操作一遍 这个 因为我这没有环境 我就不说了 好 我这是不是有环境 我这可能会有环境 我这个环境 当时是不是装过SALT编译过PGP 没有 有环境 你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 这是OP开始操作慢缓存 好 那Python呢 Python有吗 Python有没有 Python当然也有了 Python文件 首先会把原网 编译成什么呢 PyC 或者说这个PyO 对吧 然后呢 再去进行执行 所以经常 有的时候我们会 有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PyC文件删一下 重新执行一遍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有人说有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Python也是一样的 Python也是一种解释性语言 但它其实是有编译的 它先把这个代码 这个Py文件 这个Py文件 把它 编译成这个字节码PyC的 交给这个字节码的虚拟机 来执行 然后字节码的虚拟机 就会一条一条来执行这个指令 就完成了这个程序的执行 那么这个PyC的全称是 就是Python的 就是Python的这个对象 代码代码对象 好 那你说这个交二有没有 交二 那么这个文件它是 跑在加二虚拟机里面的 你控制不了 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吧 我觉得应该也会有 但是在加二虚拟机里面的 你控制不了 好 这就是 就我们讲的什么呢 在这个代码层面 在解释器层面 你可以做很多的优化 而且这个缓存非常有用 不信你们晚上回去 咱你们生产试一下 PGP的 开启OP开始 CPU使用力卡就降下来了 但这里有个坑 有一个坑 跟大家先说一下 有一个坑 这个坑是 就是 如果你开启了这个OP 开始 而且你还使用的 软连接的部署办法 会导致说 代码不更新 你需要去重启 但是你用了软连接 对 但是你用了软连接 这个就不好使了 这个就不好使了 他软连接过去了 他认为没变 其实已经变了 所以说如果你使用到软连接加PEP 那么你不手完需要重启PEP FPM 这个要记住 对 对 这个大家得记下来 就如果你用了 会有这个坑 好 这个Web服务器缓存 我就不讲了 你像阿瓦奇的话 阿瓦奇目的开始 现在基本上也没有用的了 然后NDS FaaS的CGI的缓存 一般我们都不开 它因为它也会导致什么问题了 就是说代码更新之后 它不生效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不开 这个PROC 开始就是CD那一层 那么可能会有用到 就是说我一直在说 开始一个双刃键 就是说你键用了开始 那么就会有一个 缓存刷新的一个问题 你像这种动态的语言的话 我们就开OP开始 FaaS的CGI我们不开 因为之前老遇到这种 我明明更新了 不生效 我还得重启 我就直接就把这个 FaaS介这个缓存给它关了 好应用从面的 我们先说这个 应用本地缓存 因为这个和我们关系 最无关 就是说你感变不了什么 你只能知道就行了 你比如说这个YAC 或者加了这个EH开始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就是说它可以让你 在你内部本地去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然后呢 半战代就是半战代码里面 怎么百度又打不开了 半战代码里面的这个 相关的你需要缓存的东西放进去 那我就不百度了 这个你自己下来你自己看一下 YAC你直接搜这个YAC就行了 嗯 这个你要不写代码的话 对运维的关注没那么多啊 好 那么我们要重点讲一讲什么呢 这个 动态内容缓存输出 这个 缓存动态内容输出 这个你说好讲吧 特别好讲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浏览器缓存协商吗 动态内容能不能缓存 当然能了 浏览器缓存协商 浏览器和外国复旧缓存协商 靠什么协议 当然是ATB协议啊 ATB协议怎么怎么说 我这个是缓存还是不缓存 根据这个头部 是不是 是不是根据响应头啊 我响应头说让你缓存就缓存 不让你缓存你都不能缓存 那我动态能不能动态生成一个响应头啊 当然可以了 我在PPP页面 我在里面就PPP还是直接我 设一个过去时间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可以的 是完全可以的 只不过这个东西默认是不行的 你得自己写 所以说你说那我能不能把动态内容的输出缓存下来 可以 说一个最容易理解的 就是说框架里面 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些PP的框架 这个又涉及到开发了 就框架本身也有缓存 他们这个缓存就是缓存动态内容的输出 缓存动态内容的输出 因为现在打不开百度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来打开了 PPP框架 现在PP框架也太多了 对吧 什么新的PP啊 好多 这也有VIC的 好吧 现在这个框架太多了 这个只能自己看了 这有很多框架 就是说框架本身也有缓存的 那么它缓存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缓存动态内容的输出 缓存动态内容的输出 对我们来说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了 动态页面静态化 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 怎么容易理解呢 就是说 我们 我们所有的产品页面 都是一个静态页面 看到没有 这个ATML不是Rewrite的 它就是一个ATML 懂我的意思吗 我这个 这个ATML是通过这个 Tinger吧 改了没有 看一下 NJX 好吧 那个 我地址了 为什么都换成NJX了 之前我们都用 我是都用这个 Tinger Tinger 来发布的 拥有很多新的特性 所以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静态页面 这个 这个 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怎么生成呢 就是这种 我刚才讲这个 动态页面静态化 什么意思呢 那 我们都知道 你看我 我们 我买网是加画写的 对吧 它肯定是动态的嘛 我们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 我们 里面有一个CMS的一个系统 CMS的一个系统 对 你可以理解 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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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么工作呢 你这是你加画写我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个CMS访问你 我比如访问一个 访问一个 访问一个 产品页面 开车是动态的 没问题吧 你返回过来了 总是ATML吧 怎么办呢 把这个ATML 保存下来 放在一个XXX的ATML里面 然后呢 我再改一改 我简单的改一改 因为比如说有些 我可能要替换 替换一下 比如说这种登录的什么的 这肯定是动态的 对吧 像这些东西 我都是JS一步去获取的 账号 这些信息 这都是JS去一步去获取的 价格 JS获取的 这个价格有单独服务 JS去获取的 然后呢 我就保存到 保存下来 就成一个ATML一面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ATML一面通过 NXX 发布出去 其实就这么简单 说难太难 说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你这个静态一面上 动态的请求 再转到后端的 他们开的事 这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呢 静态内容 动态内容静态化 原因很简单啊 我这个产品页面 你说哪些是动态的 价格是动态的 对不对 这个灯笼状来的动态的 啊 就成一面 还没有购物车呢 你是点完之后才到购物车 然后就没了 这都是可以静态的吗 评论也可以静态啊 难道你在京东评论完 马上就能看到吗 你看不到 你只要过好几分钟 你才能看到 你不信你在京东买个东西 你评论一下 你马 评论完马上看 你肯定看不到 那当然也能凑巧 正静态化的时候你评论了 对不对 你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票可了 做成动态的呀 我做成动态的 对我的性能银行太大了 我只有那么多 用户访问最多的一个页面 除了首页 那个 双品详情页 还有那个分类页 用户访问最多的 就这么几个页面 你还是动态的 你扛得住 你这玩意儿要插数据库 你觉得你扛得住 评论完再插数据库 把最新实时的评论拉下来 你肯定扛不住的 你全都是扛不住 所以说必须静态化 就是这样的 用户能够接受说 我评论完之后 过两分钟再能看到 这个用户是可以接受的 对不对 原因就在这 用户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页面上很多东西就是静态的 我直接就是NGS发不出去了 那么我这个静态内容 好 我怎么生成呢 我有两种生成方式 你看这有一个update update time update time 第一种什么呢 定期 我们最早是每六个小时 生成一次 生成一次 还有一个出发式 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吧 我放一个堆列 我每六个小时 把我所有的产品详细页 全放在个堆列里边 然后我这个CMS就是 AQ去访问 然后呢 把最新的数据 重新生成成接在研编 这个没问题吗 然后我就把这个时间改一下 然后你访问 然后你访问到的都是我这个 就你看我这个更新是早上才更新的 就我这个这个研编 是早上9点46的时候生成的 对吧 这是定时更新 还有你出发式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 安家超 高温灭绝 这个安家超的超证写错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就在 我后台是不是要编辑啊 编辑完 你让我等了一个小时 不可能吧 所以说呢 我还有什么 触发式的更新 像这种情况 我在后台编辑 对他进行编辑之后呢 我还是把这个 还是把它放在一个对点里面 但是我对点有两个 一个优先机高的 一个优先机低的 我我对点生成的时候 会先查到优先机高的 我优先机高的 对点只要有 我就先把这个 原理高的对点里面处理完 再去处理优先机低的 所以说我们会把出发式的更新 放在优先机高的对面里面 只要有 每一次都先去优先机高的里面去找 那么就会把他及时的生成进来一面 所以说如果用户 在后台说这个抄子写错了 赶紧改一下 他一点提交的时候 我们这个300S就会自动的 重新生成一下这个静态一面 那么马上你看到这个 静态一面就是最新的了 出发式更新 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吧 所以说你看到所有的电商 这个肯定是静态一面 京东的不用说 那肯定是静态的 这么大量 淘宝的不用说也是 这么大量 如果你是动态的 你什么都扛不住 再加载 随便点一个吧 这个就是分了一页 我们就要分了一页 这个访问率也很高 这个这个旗舰店 我一次办会 我看找不到 我再点 这个就是 爱他们的进入静态 我京东已经全占ATBS了 京东什么时候改成全占ATBS了 前些人才没有呢 这个爱他们进入静态 这个就是 静态一面 纯静态的 京东所有的产品详细一页 都叫爱他们的进入静态 然后这个应该是商品ID 这个 产品ID 商品ID 叫产品ID也行 叫商品ID也行 这个是这个 这个ID 你看有用户ID 产品ID 定单ID 你有的时候 你 有的时候 你可以别人 你大客服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们 产品ID也行 他们直接就能搜索 而且不同的颜色都是不同的ID 你们注意这个ID 变了吧 变了吧 其实很好管理 它就是不同的产品 对我管理人来说 这就是不同的产品 这就是这个产品 比较这个产品的话 他们可能有一个分组 或者有个什么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块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产品 这么来管理的 要不然一个产品多属性 你不太好管 老师问一下 嗯 就是你这不是这个产品 然后不是每 比如说每天 每天早上 就是9点多 生成一个 近代页面 这个产品 生成完之后 那个近代页面 那个 它那个URL地址 应该会变了 有可能会变了 不会变 不会变 产品ID是固定的 不会多 不会少 不会同复 就通过这个 要不我说它这个ID 就是产品ID 所以说它不会错 你要说这个ID是一个随机的 那就 那就会变了 你说的就是因为 虽然说 我说这个ID 就是这个产品的产品ID 这个ID在他们 净通所有的系统里面 都可以查到的 这个ID不是瞎写的 不是随机的 就这个产品ID 那它这个URL文件 通什么方式 通过到美国外博物相去 我 我们 我们那个是 阿兴可我去了 就很多种方式 我有很多种方式 第一种 分布式物件系统 第二种 FS挂载 第三种 阿兴可 又回来了 是吧 都是这样的 它没有别的 你说每一种 真的就那么好吗 如果访问量大 先把IMS去掉 为什么不去掉阿兴可 他会说自己 增量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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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增量的同步 而且同步的少 我反而这个阿兴可 可能不见得就 就那个什么 啊 这个这个看情况 看那个规模有多大 如果是分布式物件系统的话 那个 你这个可能你这个性能就没有我本地硬盘有那么好 因为存分布式物件系统叫经过网络 对不对 肯定是要经过网络 对吧 那个机器可能不在你这存着 那么阿兴可的话 你像 呃 当时我们规模小的时候 我们就是阿兴可 规模大的时候 才换成那个分布式物件系统 你最小的时候 IFS挂载 其实也可以 但一般啊 你电商做的稍大一点 IFS肯定扛不住的 就这个产品 今天因为你都扛不住的 你可能需要去了解阿兴可 或者分布式物件系统 如果你是分布式物件系统 建议你搞俩 你不能一个分布式物件系统一挂 全挂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和灾备没关系 就单机房 你都不能搞一个 这个机房分布式物件系统挂了 我京东的沉迷消息也不能访问了 这个这个这个灾难就是大规模的故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不能把今天放在一个篮子里 当然我不知道京东怎么做的 如果大家要做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 其实这些我们也都不用写 但这个架构层面 这是我们要会 就这个什么呢 动态阴面静态化 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缓存 那这个就最终极了 就静态阴面了 那访问答案快了 不用查数据库 不用查缓存的 是不是搜索的快 原因就在这 所以说我看到之前看到别人的那个 那个那个 电商了 一看他们阴面是动态的 我说这个电商肯定小 绝对没错 我又敢这么说 只要产品业面是动态的 这个电商一定小 访问量一定少 因为真正访问量上来 你什么你都扛不住 真不是吹的 我们经历过 我们要从百万pv到千万pv到上亿 这个过程我是亲身经历过的 快和慢 我真知道 我一看他那个 哎这公司怎么上市的 啊这个产品业面都动态了 我靠他们访问量肯定很小很小很小 随便那个他们都扛不住 你别管你说我后面全入内存会不会快 不行扛不住 绝对扛不住 你像京东这样规模的扛不住 你成本也高 你说非要说哎 我也能扛得住 那你成本那就是海了去了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都要把静态页面 把这个这个动态页面静态化 呃分类页面也是静态化的 我们要往的分类页 这个叫分类页 sort sort什么什么的 这个页面 这个3100应该是一个品类 啊我记得是一个品类的变号 这就是sort页 我们叫做分类页 就是全是肉类的 你点进去呢就是产品详细页 啊点点进去有产品详细页 团购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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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啊 暴露了是吧 对 我们有一段时间用的是pvac 这个我大家讲过了 讲监控的时候pvac 这就是我们上面web层面应用层面的换存 明镇 要来点赞 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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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顶 一顶